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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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5 6 6 7 8 倒數歡物聲中 在副總統吳敦毅 與兩位市長胡志強、郝龍斌的伏教下 緩緩走出廟門 不過因為信眾實在太多了 大家搶著摸鑾叫求好運 把現場擠得隨洩不通 在長官的那裡百分的煙火秀 而這場宗教盛事 包含總統馬英九 和台中市長胡志強 也特別到場主持媽祖上教典禮 同時也感謝媽祖庇佑台灣 媽祖遙境活動 前後300公里 驅使十幾天 是我們台灣宗教界的盛事 也被應該是這個Discovery Channel 認為是全球三大宗教活動之一 對我們台中人來說 一副一創恭喜的事情 大家說對不對 對 好 代表就是台下頂圓宮 非常感謝的我們 遠路 阿祖父不管是中華 我們年代表我們這些先行台鐵 和你們的協助 讓我們每一年的金融 越煩越熱 在這裡我才會感謝 一年一度的淡甲媽遙境活動 六號正式登場 吸引數十萬信眾前來參與 讓整個大家玩如不夜城 儘管起家當晚天空飄起綿綿細雨 但依舊不減信眾熱情 就是為了要陪媽祖走完九天八夜的遙境行程 嚇高工啊 高工啊 新陳的就對了 我們大家整天都走到天 婆婆快點派車來給我們坐一鞋子而已 婆婆就派車來給我們坐 就一台車來就說 你不要坐車嗎 大甲媽繞進進鄉 將一路南下 十多萬名信眾假道觸擁 隨著鞭炮煙火鑄鎮不斷 不過當人潮散去後 也出現大量的垃圾 上百位的清潔志工 開始繽紛墮路 拿起扫把跟垃圾袋沿路掃街 我們就是大家都很熱忱 所以我們的醫師 護士 風雨無阻的 我們都來參加這個盛會 熱鬧了以後 我們能夠把這個環境弄乾淨 然後第二天我們上班 我們所有人在這邊生活都能過得 比較高興一點 彎腰掃地 綁著一帶又一帶的垃圾 而這樣的異舉 在大甲媽繞進期間 各地都看得到 他們的付出 除了為社區盡一份心力 同時也表達對媽祖的崇敬 也讓人感受到 台灣到地的溫暖人的情味 記者陳伯瀚 王聖炫 台中採訪報導